全球变暖至信天翁离婚率上升 科技日报讯超过90%的鸟类是一夫一妻制 且大部分都对伴侣忠贞不二 其中信天翁更是典型代表 此次为了找出环境是否对信天翁的离婚率有直接影响 研究人员分析了 从2004年到2019年15年间 生活在弗兰克群岛上的15500 对野生黑莓信天翁的繁殖情况 他们发现在信天翁的早期婚姻生活阶段 繁殖失败仍是离婚的主要因素 那些没有成功孵化除鸟的信天翁与伴侣分离的可能性 是那些成功孵化出除鸟的信天翁的五倍多 这是首次有证据表明 环境因素会影响野生鸟类的婚姻 而不仅仅是繁殖失败的原因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生物保护学家弗朗西斯科文图拉 提出两个可能的原因 一是变暖的海水 迫使鸟类狩猎时间更长并飞得更远 如果鸟类在繁殖季节未能返回 它们的伴侣可能会寻找新人 二是当水温升高且环境更恶劣时 信天翁的压力和耳蒙上升 这会影响配偶的选择 研究人员认为 这一结果表明 由于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 使信天翁和其他异夫异七质动物的离婚率更高 信天翁可以存活数十年 有时会在海洋中花费数年时间寻找食物 然后返回陆地进行繁殖 与伴侣在一起 有助于抚养它们的孩子 文图阿表示 这种稳定性在动态的海洋环境中尤为重要 如果繁殖不成功 许鹅鸟类 主要是雌性鸟类 会离开它们的伴侣 到别处寻找更好的未来